这个男人意外穿越到古代,竟然成为了王后娘娘,并且第一天就是和王上大婚的日子,这究竟是福还是货?娘娘还没睡醒呢,宫女就轮流为她梳妆打扮,接着就是穿衣服了,王后娘娘的婚服可不能马虎,李李外外竟然要穿18层,我的老天,这是结婚还是受罪,除了衣服比较十分厚中外,就连凤冠也是真金石银的,往脑袋上一放,脖子都差点被压弯了,但尽管如此,她还要咬着牙完成繁琐的婚礼仪式。 终于完成了婚礼仪式,接下来就要进行最重要的环节了,入洞房。 可娘娘是男人穿越过来的,怎么可能和另一个男人发生关系,于是俩人面对面虎视眈眈,直到宫女们进来上菜才打破了寂静,娘娘灵机一动,想灌醉大王来躲过洞房花竹叶,可大王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,一言不合就开始宽衣解代,究竟娘娘会如何自救呢?点个关注,下次观影不迷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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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